我们要讲的最主要是氢的原子就是one electron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one electron就是代表我们会有个nuclear 然后我们有个electron 那假设在空间的坐标上面 我们这个 rn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位移一下 叫做r1 那么它们两个的相对距离呢 这个就会定义成r 这当中会有一个直心 center of mass 那我们会个大r ok 那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先从halimitonium开始 halimitonium很简单 我们就是动能加位能 我们有电子的动能 原子核的动能 最后再加上两个当中的库仑 位能 ok ok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基本上呢 这个很快的我们就会变成 那这个是electron的我们就me ok 然后我们就是e的平方 减掉h8平方 over2m 然后呢 我们是原子核的laplace ok 那最后呢 我们呢 加上原子核 对我们 这颗电子的为难 ok 就这样子 那经过坐标转换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很快速的 假如说呢 我们将这里面的这个 我们的v function呢 把它写成两个 第一个呢 是它们相对的v function 第二个是central mass的v function 我们将我们的能量呢 也写成相对上面的eigenvalue 以及我们central mass的能量的时候 假设我们这样子坐 我们经过一个很简单的转换呢 我们就可以转换出两个equation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就变成两个独立的方程式 下面这个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这指的是central mass 所以这个大m呢 是等于两个质量的相加 所以这个只是个free particle而已 对不对 我们只是把两颗 把它当作一颗 在空间里头动而已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呢 反而是在上面的这个equation 因为这个equation 告诉了我们 两个相对当中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电子 怎么样在原子核的旁边 ok 让它有稳定的状态 我们就由这个来决定 那这样子一来 就相当于说 我们的系统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reduce mass 不再是一个两个个别质量 或两个质量的相合 他们所看到的坐标呢 是相对运动的坐标 所以这个时候的位能呢 我们也concentrate在他们相对的位能上面 ok 那eigenvalue呢 就在这边 最后呢 eigenvector 好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就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就先从这个开始 对不对 我们上次了 就从这边 那这个一开始之后 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ok 我们第一件事情 这个laplace 相对运动的 这个dell square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在我们球坐标系统里面呢 它会变成这样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只要把那个呢 带入这个式子里面 那整个就展开来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运用啊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一个式子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上一次呢 我们就把这个相对运动的这个 我现在就不再用这个phi了 我就直接用这个pc r theta phi呢 我就可以把它分解成为 大r的r 大theta的theta 大phi的phi ok 这个是第二个式子 那我们就按照原来的样子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 除以第二个式子 非常快速的呢 你就会得到怎么样一个式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会有负的h bar平方 over 2μ ok 然后呢 是个laplace 就是这一场船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自己带进去 带进去的时候呢 这边是对r微分 对theta跟对phi都没有作用 最后又把它除掉了 所以会多出个r分之一 所以我们前面有个大r分之一 ok 然后呢 它再来是小r平方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里面呢 只对r g分 v分 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partial了 因为r本身就只有r的这个函数而已嘛 对不对 好 那我想我们把这个 先这样子好了 这样子比较简单 然后再加上大theta分之一 r平方sin theta d d theta sin theta d 大theta d theta 对不对 再加上 大phi分之一 那这个时候我要把phi写在后面 我把前面啊 跟phi没关系的 集中在前面 好 这是前面的第一个项 然后呢 再加上v v是什么 v我们现在维持v好了 减掉 1 等于0 对不对 现在我们把这个 这个是第一次 然后把第二个式子带进去 出于第二个式子 所以第二个式子 第一个带进去的时候 这边会有整个展开来 所以就变成个中刮虎 那边的中刮虎 那后面这两个 因为我们二带进去 又把二除掉 所以它就不见了 就剩下这样子 OK 假如说我们很仔细的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 这个这个 v呢 它因为子跟r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看呢 很好玩的是 这个子跟phi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就设定它呢 比如说让它等一个alpha alpha等于什么 不知道 这是unknown的一个constant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四子啊 就可以reduce成两个 reduce成呢 我先把这边呢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这边都有r平方 这边有r平方 这边也有r平方 假如说我们把这整个四子 通通把它乘以r平方 OK 那么我们呢 剩下来了 就可以这样子写 我们就可以写这样子 OK 假如说我们再仔细看了一下呢 我们发觉 哎 很好玩的哦 这个地方 换一个蓝色的 是跟theta有关系 那我们就把这一块 设定成为 负的beta OK 为什么设定为负的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整个四子呢 又往前进了一步了 那我们上面这个 可以整理一下 上面的那个四子 那我们现在呢 上面这个四子 会变成第一平方大phi 第一小phi平方 减掉 α大phi等于零 这第一个四子 第二个四子呢 就是后面这一长串 我们先造钞 OK 等于这样子 然后最后面呢 就是剩下了 OK 我们现在总理变成三个 VM方程 而且是长微分的VM方程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分别求出来 带入这个四子里面 那我们答案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看起来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第一个呢 我们上次已经有稍微解过一下 第一个呢 它告诉我们 我们的phi要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写称为 I am phi 其中的M呢 可以等于什么样 0正负1正负2 这样子下去 这是我们上次已经知道了 下面的这个呢 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相当于这个α是什么东西 多写一下 α要等于什么东西 它可以等于0 或者是负的M平方 OK 它可以这样子写 好 再来一个呢 我们就是上次也解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一解一解完之后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假设它是等于M平方 我把这个地方 负的M平方先摆了 我们很快的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β 它一定要等于一个数值 β一定要等于什么样 L乘上L加E 而且L是什么 是一个整数 OK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有解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大θ呢 会等于什么 PLM的cosθ 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那常常呢 我们很喜欢啊 把这个角度方向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抓下来 所以呢 在我们的习惯上面啊 我们会define一个东西 我们会define一个 spherical function 我们把define一个叫YLM的东西 它里面是跟θ 跟φ有关系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PLMcosθ 再乘上exponential RIM5的这个 那为了normalization呢 我们前面就加上normalization factor 但是习惯上面呢 我们不会就这么单纯 因为我们会在前面啊 加上个负1的m次方 这个是额外加上去的 OK 那我们这边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称之为phase factor 我们怎么来看呢 假如说我们现在直接来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legender associate legend legender polynomial 它本身有什么特性呢 它本身的特性就是说 它到底是even function 还是all function呢 depends onL跟M的相加 也就是说这个呢 它告诉我们 它是even function whenL再加上M呢 等于even 它等于all function whenL加上M呢 就等于out 对不对 这个是它本身的特性 而且呢 它还有好几个特性要求 M的绝对值一定小于等于L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呢 这整个出来呢 我们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那为什么加上phase factor 其实我们发觉 有加跟没有加这个完全一样 为什么呢 假设我们来求一个L平方 L平方 我们以前的基本的定义 就是怎么样 拔入我们这整个的 跟角度有关系 把R平方提出来 比如说我们把这片R平方 把它提出来 那这个就消掉 我们把这一大串 中刮户里面的这个 叫做L的operator 那么在这种运作的下面呢 我们啊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spherical 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加上phase factor 因为不管怎么样 最后你去夹它的时候 你发觉一件事情 负1的M之方 M一定要属于整数 所以这整个都是实数部分 当你去夹它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做 你一定会得到负1的2M之方 负1的2M之方 跟1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事实上 它对结果不会有影响 但是习惯上面 我们一直都会把这个 夹在这边 OK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它就告诉我们说 Y呢 有它一定的形状在 OK 一定的样貌 我们待会呢 就会把这个萤幕放下来 然后我们把 这个 它角度上面的一些图呢 秀给大家看 好不好 OK 那到这个地方呢 好 还有一个 有讲到 它的 正交关系 OK 它会等于 Delta L L Delta M M OK 它有正交的关系 那这样看起来呢 很不错 我们基本上要有的都有了 那现在剩下一个 那镜像量上面怎么解 剩下就只有这个 假设这个解完了 它会得到一个 大R 对不对 大R的这个解 这个解呢 乘上大Fita 乘上大Fi 算了 大Fita 大Fi 其实就是Y嘛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把它简写成一个大R 一个Y L M Ti Fi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类似这样子 好 所以我将这个结果呢 稍微整理一下 在我们左上方的这边 OK 我们就这样子写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Pth呢 它是R Fi的呢 大R Y L M Fi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这样一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最后面呢 因为这个已经解出来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面呢 会剩下最右边 最下面的那个式子 我再把它操一下 剪掉Beta Beta的已经知道了 它要等于什么样 L乘上L加1 对不对 然后 再加上 R平方 Vr 剪掉1 等于0 OK 我们现在要解了 就是这个式子 假设 假设 根据前面的编号 这个2 那当然这个就是3 这个就是4 对不对 我们这个就是3 这个就是4 那这个就是5 所以我把5的编号 留在那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求解 镜像量的这个问题 好 求解它呢 我们一样要根据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这个带来带去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 求到一个我们非常可以在数学手册上面 或者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大概要怎么解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以往的做法 让我们来了解 它的解 怎么样的 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个数学上面的一些解 好 我们现在呢 第五个式子就在这边 我们现在把第五个式子啊 做几个处理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是要把它带进来的话 你看看 我这边有R分之一 对不对 假设我大家都乘上R 是不是这个R就不见了 R分之一不见 大R就跑来这边 那这样子做的目的是干嘛 有几个 我们希望呢 把它组合成一个二次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二次的 长微分方程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微分进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两项 一项呢 是R平方乘上这个的两次方微分 另外一个是R的一次方微分 那前面乘上2R 对不对 那R的两次方微分向 前面又多跑出个R平方 所以我们干脆啊 乘上大R再除以R平方 好不好 我们把这整个呢 第五个式子呢 我们要乘上大R 再除以R平方 那我们这整个四次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 D平方大R D小R平方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数字 干脆这个通通把它 乘掉 再乘以 负的2μ overH平方 那这样子 我们前面就剩下一个很单纯的 这个二次方的微分 再加上 那这边呢 对它微分呢 会跑出2R 2R 但因为我们就除以R平方嘛 所以是2overR的 D大R D小R OK 好 剩下的呢 通通都在后面 后来我们会变成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个东西 这边有负β 对不对 β是独立的 β是独立的 那β我们已经说过 它是等于L L加1嘛 对不对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我们 这边希望放负的 放正的 那负的就通通丢进去 所以我们里面呢 第一个呢 会有E OK 第二个 V会等于什么东西 V会等于什么 4π 0分之Z 假设你的原则 还有Z个电子 1平方 那我是负的 1 over R 一次方 这个就是V alright 所以呢 我们负负呢 会得正 所以这边会变成 Z的 1平方 over 4π 0分之 OK 1 over R 减掉 H bar平方 L乘上L 加上1 除以2μ 1 over R平方 最后 乘上大 等于 OK 我们就可以等于 这一打串的 这个式子 OK 好 到了这边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要更进一步 来怎么样处理 我们呢 Let 让我们呢 我们来做个变数变化 有个叫做Row的 它会得给Delta 乘上R 其中呢 Delta呢 我们把它定义 为什么东西 我看看 我们这边暂时 先不要定义 待会儿下面 我们再定义 好不好 待会儿 不然我们也可以 先把它定义 OK 我们先这样做 这个呢 是我们很重要的 一个式子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 第五个式子 这个是我们 第六个式子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 带进去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上面本来是 D over the R 对不对 是对R微分 那相当于 我现在可以先对R微分 然后再把R对R微分 R是Delta RDelta是一个常数 我们8μ 乘上能量 除以H bar的平方 所以这个一微完分 就等于Delta OK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 再微一次呢 平方呢 会等于怎么样 那一样 那一样啊 是不是D over D 我看看 D R的 这个东西 Delta D over D R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先 对它微分 对肉微分 然后再把肉呢 对R微分一次 很快呢 我们就得到 Delta平方 D平方 D肉平方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把这两个 这些通通带到 最上面 那个式子上面去 我们再整理一下 我们一整理的时候呢 你看看 这边呢 两个嘛 所以是Delta平方 D平方 大R D肉平方 所以现在R呢 本来是 大R的 我们现在要把它 转换到 肉的 一个函数上面来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 做完是这样 第二个 R分之二 R是等于 R分之一 就等于Delta over肉嘛 所以是2 Delta over肉 OK 然后呢 然后呢 底R 底R 底大R 就变成底大R 底肉 那前面要乘三个 Delta OK 好 然后再来呢 再加上 2μ over H bar平方 这是这个 那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就先造型 第一个 1 第二个 Z 1平方 over 4π 这个不变 R分之一 R分之一 就等于Delta over肉 OK 再减掉 H bar平方 L乘上 L加上 1 除以 2μ Delta平方 over肉 平方 的大R 等于L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 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一看啊 这边又有个Delta平方 我们希望能够保持 两次方微分 就两次方微分 所以我把整个四指通 除以Delta平方 然后稍微 做个整理 好 所以我把这上面呢 除以 Delta平方 怎么写除 除以Delta平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第一个四指 D平方R D R 平方 再加上 这除以Delta平方 是不是Delta平方 两个刚好除掉 就等于R分之2 D大R D R OK 那后面呢 再整理一下 我们把它 所有的杂七杂八 统统把它丢进去 第一个呢 是2μ 1 over H8平方 那因为我们除以Delta平方 所以这边有个Delta平方 OK 再加上 2μ Z 1平方 因为2μ 曾经来了 除以 4π Ε0 H8平方 在下面 那里面呢 除以Delta平方 所以会是 Delta 多一个在这边 那里面就剩下 R分之1 再减掉 H8平方 H8平方 消掉 2μ 2μ 消掉 L 再加上L 加上E的 除以 R平方 因为Delta平方 被除掉了 我们就有了这个式子 OK 这个式子 好 那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要对它来进行几个常数的设定 要不然写起来越写越多 看起来很惊人的 那假设我们把它设定了 待会我们也比较清楚的知道 到底我们是要干嘛 有了那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做几个设定 我们呢 让呢 2μ1 over H8平方 Delta平方 我们把它设定 让它等于负的四分之一 OK 好 为什么要这样子 凑答案嘛 我们要凑到一个 我们在数学上面找得到的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好 我们要是这样设定了之后呢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那这样子就是 Delta 我们实际上 前面已经有了这个东西 那就完全符合 OK 那这边我要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1啊 这边我们要用个绝对值 因为Delta平方永远大一点给0 但这整个系统呢 我们希望来看待它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电子一定会束缚在原子核的附近 那是靠着什么束缚力 靠着库伦的束缚力 所以你的胃能是负的 所以我要求1的设定了 1呢 我们要让它小一点 这样才会稳定下来 OK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那个肉分之一的 那么一大串 那个叫Lambda 也就把这一大串的这个东西 定义为Lambda OK 那我们把这一个定义为负的四分之一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第七个式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把它通通带进去 那我们四十R就会变成D平方R D肉平方 再加上肉平方 肉分之二 DR D肉 再加上Lambda Over肉 OK 减掉四分之一 我们稍微重新排列一下 OK 所以这是第五个式子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把一些东西设定了 通通写在这边 肉呢 设定成为Delta 这是第几个式子 第一 怎么会有两个五呢 所以这个应该是四吧 是不是 还是我都写昏掉了 然后这个叫第五个式子 那Delta呢 我们设定成为 根号 8μ 绝对指能量 除以 H8平方 这是第六个式子 对不对 它告诉我们这样 同时呢 我们设定一个叫Lambda 2μ 1 Z 1平方 除以 4π ε0 H8平方 乘上Delta OK 这是 第七个式子 那最后面呢 我们第四个式子呢 就会进化到下面的这个式子 重复 我是不是把那边再抄一次而已 father 这个我们叫做四之一好了 OK 反正就是这个进相量 我们一路解下来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要解这个之前呢 当然就不容易 我们先要来看看我们怎么解 我们上次在解的时候呢 解我们的fita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呢写出一个四子 转换到最后面 我们叫做associate legendary 但是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它有什么关系 它的解应该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个极端的状况来思考 对不对 我们极端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上次用了极端的状况 是把半径啊 趋向无穷远处 看看这个时候它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用过很多次啊 我们上次角度的时候解过一次 上一次更久以前 那个减习震荡的时候 我们也用过一次 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微方寻一定要收敛 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 好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 当肉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一直变大 一直变大的时候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肉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 不管你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趋近于零 这个也趋近于零 这个也趋近于零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 这个是四之一 那四之一呢 是不是就趋近于 下面这个是 减掉四分之一 这个好不好解 这个很好解嘛 对不对 这个一看起来 它就会变成二分之一 好 那这样子一来 R呢 就跟这边 Exponential 二分之一 肉 再加上Exponential 负的二分之肉 这个给它A跟B好 对不对 它就可以写成 类似这样一个形式 OK 但因为我们肉 要趋近于零穷大 假设趋近于零穷大 这个就发散嘛 对不对 这个会发散 所以呢 这个不好 我们干脆就让A呀 等于零 反正这整个项就不好了 因为它会发散掉 所以R呢 最后面呢 我们就会跑出个形式 它跟Exponential 负的二分之肉的 形式有点关系 那么 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开始假设 假设呢 我们这个解的本身 大R 可以呢 这样子来建构 它一部分呢 就是呢 Exponential 负的二分之肉 我们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Assume R肉呢 就可以写成类似这样 我们有一部分是Exponential 负的二分之肉 另外一部分呢 就叫做F肉 我们就可以现在来假设 OK 这是我们第八个式子 OK 我把它 抄在这边 OK 这是第八个式子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又把它带回来 原来的式子里面 式子一里面来 我们又把它带回来 所以呢 我们把第八个式子呢 带入式子一 那我们会得到什么 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把没有相关的呢 整个整掉 最后呢 就是保留Rho 买F的 这个式子 我们会得到这个 四之二 OK 第二个式子 好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呢 还要更进一步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 刚刚讨论的是 肉趋近无穷大 那当肉趋近零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肉要趋近零的时候呢 这个会发散 对不对 这些会发散 所以 我们要想个办法 来处理这件事情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更进一步了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 再assume 再做个假设 我们这个F Rho呢 再更进一步了 让它可以变成什么 Rho的S次方 乘上L的Rho OK 那事实上呢 我们假设真的要解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解 我们可以让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 不需要这么多了 我们让这个F肉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假想成 一个 这个样子的一个形式 OK 假设可以的话呢 那就很方便啦 对不对 那就很方便 我看看 抱歉 这个是Rho 那我选择的方式呢 我可以让说 这个什么叫S 我不晓得 但是我这个S的选择 是让A0本身不会不见 我可以把它带进去 然后又开始重整 对不对 整整整整整整 然后最后东西就会整出来 但是我们也可以先从这边来看看 假设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把F呢 再推演到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式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乘之为 这个呢 我们叫做第九个 式子先保留 OK 这叫第四个式子 OK 那我们呢 再跟进一步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 把它呢 再写一下 它会变成Rho的S次方 再乘下个L Rho 这是第十个式子 对不对 好 假设这样子呢 我又统统把它带进去 统统把它带入四之二 所以呢 这个时候四之二 经过整理之后呢 经过整理会很复杂 因为这个是很复杂的 因为F的微分 你要对Rho微分 所以这微分之后 经过圈入了会一直展开 一直展开 一直展开 那紧接着呢 你只要操作个几次之后呢 大概啊 你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OK 我们就可以帮他写到这个式子 好 写了这个式子之后呢 我们呢 还要再更进一步来处理一下 好 那我们把它除以Rho的S减掉2的次方 这样做的时候呢 这么是S次方 所以除以Rho的S减2 所以它会变成Rho的平方 好 OK 我们会得到这么长的一个诗子 OK 这个东西假设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因为在它趋近于零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让它发散掉 OK 因为这个电子 它一定会存在于所有可能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时候 从这边来看 这个equation 如果B进行到零的时候 一定要有用 OK 所以看如果B进行到零 这边等个零 如果B进行到零 这边也等个零 OK 很好 如果B进行到零 这个也不见了 对不对 这个也不见了 但是整体又要等个零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一定要等个零 它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告诉我们 S乘上S-1 减掉L乘上L加1 再加上2S 一定要等个零 那么这样一来呢 S呢 你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这么会变成S平方减掉S 这边加2S 变成S平方加S 对不对 那最后面呢 你会等于什么东西 S平方减掉S 再加上2S S平方加S 所以S提出来 S加1 减掉L乘上L加上1 要等于零 哇 一看起来呢 这个不错 对不对 好像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说S是什么 我们并没有讲 我们知道 假设我要这样子展开来的时候 这S我的选择的方式 一定要选择到让A0 不会不见 所以这S呢 我们一直不晓得是什么 但为了这些目的 我们最后就发觉 S呢 事实上是有个限制的 S只有两个减 它可以等于 -L减1 或者是L 等于L 当然是非常直觉嘛 L乘上L加1 减掉L乘上L加1 当然等于零 所以这个是非常直觉 的地方 但是假设你把S等于 -L减1 带进去 它也对啊 OK 它一样是对的 但是呢 假设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把这个啊 带入我们上面的 这个四字的时候 这个叫做四字 四字三好了 OK 我们四字三呢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看 当肉趋近一到零的时候呢 当S可以写成这样子 最后就 我们就弄出这个四字出来 这个四字看起来就很危险 因为呢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这个肉啊 这边等于零 当然可以让它 逼近一到零 这边等于零 这个也逼近一到零 但这边有个L 这边有L 这边有Lambda减1 减S 我们还不晓得Lambda 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OK S S我们要带进去 S呢 这个地方就会等于 负L减1 OK 最后面我们发觉 这个要等于零啊 它根本就不会等于零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当我们的 我们的这样子的选择呢 是不好的 但是当这个选择呢 确实很好的 所以呢 我们要的是这个解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最后面四字三呢 我们呢 把S等于L 把它带进去 之前 谢谢大家